我们今天早上所要读的上帝的话是在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五十一五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有一个青年身上只披着一块马布 跟在耶稣背后 他们想要抓他 可是他丢下那块布吃着身子逃跑了 过些时候 保罗对巴拿巴说 让我们回到从前传播主道的各村政去 看看弟兄们的情况 巴拿巴想带约翰马克一起去 可是保罗不同意 因为前次马可不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工作 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 他们两个为了这件事积累的争扎 终于分手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沙波罗斯去 只有路加跟我在一起 你要去找马可 带他一起来 因为他会帮助我的工作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对我们的带领是奇妙的 你让我们生在不同的家庭里 可是最后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环境 就在我们这样的人 这样的个性中 你呼召了我们 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是不合乎你意识的 感谢你 你会雕塑我们 改变我们 你更能够让我们生长 长到一个程度 合乎你用 当我们今天看到马可一生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人人都能够像马可一样 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成为一个可雕塑的人 让我们能够合乎主用 今天早晨 我们特别要为着许多在 好与大碎中间受苦难的人祷告 求主跟他们在一起 许多人正在患难中间 甚至于被大碎围困在里面 求主你打救他们的性命 家庭中间有苦处的 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安慰 求主行神节 让我们所受的灾难减少 让我们更多的人 借着这次的苦难 能够仰望主 求主今天跟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 马可 可爱的青年 当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看到 马可的时候 甚至也没有说出来 这个人就是马可 可是大部分今天我们研究新约的人 都认为 这个人一定就是马可 原来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五十一根五十二节中间 说到有一个青年身上披着块马布 到很多人去追他的时候 他们就抓到这个马布 可这个青年就逃跑了 假如我们都认为 马可福音就是马可所写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不难想象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马可会把这样的一件事情 记载进去 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情况 再来温析一下的时候 当主耶稣要跟他的门徒 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就想到要一个足够大的地方 去吃他的晚餐 他更想到将来恐怕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候 他的门徒会聚合在这个高楼上 当这么样想的时候 就想到有这么一个家 这个家就是住在老早的时候 就准备预备吃那最后晚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马可的家庭一定是相当富有的 所找到的那个家庭 就是马可母亲的家庭 我们来想一想 一间房间在楼上 要能够容纳120个人 而实际上还不止120个人 相聚会似的 简直是120个人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候 生活在这个地方 而且说不定还有厨房的设备 能够供给这150个人来吃 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 很富有的一个家庭 这就是马可母亲的家 马可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子 很好奇 当耶稣跟门徒在高楼上吃晚餐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看着 偷偷地听着 来看一看 听一听他们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后来他们吃完了主的晚餐 他也听见耶稣跟门徒 所有一切的教训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唱一首诗 说不定他也跟随在门徒的后面 一起唱诗 他们出来就到了 科西玛尼院里面去 耶稣把一些门徒留下来 他自己就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到更前面的地方去祷告 说不定马可就是跟着 其他的那些门徒都守着 那个时候的马可是好玩 好奇 觉得有兴趣的东西一定要看一看 这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青年 一直等到圣殿里头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 他还跟着后面 最后这些抓耶稣的人就去抓他了 他害怕得不得了 把披在身上的麻布也掉在地上 而就吃着身子就逃跑了 我们为什么会想这个人 大概是马可 因为这一段记载 在整个的耶稣事情中间 可以说是不调和的 耶稣吃最后的晚餐是多么严肃 耶稣在高楼上的灵别的教训是多么的重要 他在科西马尼亚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 这些人来抓耶稣 一直抓到耶稣以后去审判 这是多么重要 可是在这里面 就是加了这两句话进去 这正好像当一个火车出了大的车祸以后 有很多人都死了 可是刚好有个记者也在这个火车中间 他没有遭殃 到了第二天 他很详细的能够把火车上的车祸 因为他在边上能够描写得很好 可是在中间忽然查了一句 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带着一楼苹果 居然这楼苹果还在他的身边 我们感觉到有同样的意味 火车的车祸 那么多人死 伤多么重要 可是这一楼苹果有什么重要呢 可是真是这一楼苹果是属于这个记者的 他感觉到很重要 他就写了进去 耶稣在高楼上吃主餐教训 一直到被抓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这个青年扑的麻布 那是很渺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真是因为他自己的经验 所以他写了进去 这正好像一幅画的中间 画完了 那个画家在底下签一个名 我们常常感觉到 这就好像是 马可在马可福音里头签一个名 下一次我们看到 马可的时候 是当保罗跟巴拿巴要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那已经是离开了相当多时候了 保罗得救 一直到第一次旅行步道 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候 已经有十几年了 马可已经从一个很年纪轻的 恐怕是十二三岁这样一个人 已经到了二十五岁以上了 这个时候真是可以年复力壮 为主做工作的时候 所以他就跟巴拿巴说 巴拿巴是他的舅舅 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要选择帮手 一直出去做工作的时候 巴拿巴就介绍他的外甥 他说 那个约翰马可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 保罗因为巴拿巴的推荐 也没有什么反对 所以就带着他去了 可是我们知道他第一段还不错 结果到了第二个阶段到庞菲利亚的时候 那个马可就说我要走了 他就告诉舅舅说 我要回家去了 在这个时候 巴拿巴当然也没办法想 假如他不准他回去的时候 将来他怎么能够在他的姐姐面前交账呢 所以就让他回去了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马可是正样的一个马可 是生长在一个有钱人家里的子弟 从来没出过苦 也没离开过家 所以当离开家以后 稍微碰到一点患难 根据我们现在的地理的研究 这一段路的确是很难走 泥泞不堪 而且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就生病 所以当马可一到了那个地方 觉得路又难走 觉得那个地方的健康的情况又不良 他又生怕自己要传染到这种病 放弃他已经离家很久 有一点想家 这么样的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苦的 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 他受不了 所以他就回去了 保罗跟巴拿巴 没有为了马可的缘故而不合作 我们看到他们一路出去工作的时候 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不禁要问 当年马可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马可是帮助他们的 是个帮手 难道保罗跟巴拿巴拿不动行李 需要一个随缘来帮他们搬行李吗 当然不是 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字 经过我们现在的研究 我们知道这个字 所谓帮手或者帮助人的 有一点像现在我们所叫的助教 保罗跟巴拿巴 在一个地方讲道 讲完道以后 他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当年因为没有圣经 所以不像我们这样 讲完道以后 那个人很有兴趣 可以回到家里去 再去读读圣经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每一句话都是背的 保罗讲道讲完了 巴拿巴讲完了 那谁去帮助那些教友 一次一次地读 耶稣所讲过的话 或者是圣经里面的话 或者是某一些事情的 是那个助教 就是像马可这样的人 当保罗跟巴拿巴走了 那么马可这样的人物 就来跟那些信徒 一遍一遍地 务必让每一个人 懂得明白 甚至能够背得出来以后 这就是助手所做的工作 保罗跟巴拿巴 在他本来安迪亚 要选人的时候 很容易选 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做这个工作 可是在半路上 马可离开以后 那谁来做这个工作呢 我们深深地相信 在他整个的工作过程中间 缺少了一点 这样一个帮手缺少了 对他们的工作 是比较很难的 可是他们两个一定很努力 所以补足了这个缺点 第一次旅行步道完了 当第二次旅行步道 再开始的时候 原先保罗跟巴拿巴 要一块去的 当他们两个预备 一块走的时候 巴拿巴又提出来了 他说那个 叫约翰的马可啊 不错啊 他虽然过去啊 觉得是怕苦 所以回来了 可是我看他现在很有进步啊 当他提出来的时候 保罗就大大的不满意 他说这样的人带不得 我们上次带的 他不是我们吃苦了吗 我们不能够要这样一个人 他们为了这件事情 就争执起来 依据各奔西东 觉得与其勉强地在一起啊 还不如分开比较好 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 保罗就带着希腊 而巴拿巴就带着马可 个人去做个人的工作 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人讲 你看 在圣经里面那些人物 像保罗跟巴拿巴的 还不是会有争扎吗 我们快 不要那么快就说这些话 我们看一看后来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果然我知道 保罗跟巴拿巴是分手了 可是最后一直 等到保罗自己在最后的晚年 快思以前 写提摩太后述的时候 他说现在只有路加跟我在一起 你要去找到马可 叫马可到我这里来 他是可以帮助我的 没有偏见 假如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把马可叫来吗 我们一定看不起他 说他从前是怎么样的坏 果然 马可过去 是不好 可是保罗的观察 他现在完全改变了 既然改变 那么他是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了 现在我在老年的时候 我需要马可这样的一个人来 结果马可就在这个时候 就到了保罗的身边 我们知道过了不久 保罗就殉岛了 保罗是在罗马城外的公路上 就在路边上用刀燃腰斩死的 这个时候马可一定在边上 如果马可没有进步 还是像从前一样的 他稍微有点苦 他就受不了了 而假如亲眼看见保罗 殉岛还不逃走吗 可是马可现在成熟了 一个可爱的青年 变成一个可爱的中年 主跟他在一起 雕塑他 改变他 让他完全成熟 而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心 绝不可以临阵脱逃 当保罗离开以后 他常常跟彼得在一起 是在这个时候 彼得感觉到有需要 跟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信徒 一起商量 需要一个人帮助他 而在这个时候 彼得找到了马可 他们俩商量的结果 既然罗马人都误解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答辩呢 因为罗马大火以后 政府的当局 就说是基督徒放火的 可是教会要一个官方的答辩 当彼得跟马可商量的结果 我们应该写个耶稣传 告诉他们耶稣当年说过的话 耶稣所做的事情 对于这些一点没有兴趣 要把一个真正的耶稣正面的 积极的介绍给别人 当彼得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时候 他年纪已经大了 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他 他所选的就是马可 慢慢慢慢的 在很短的那个时期中间 这封信就完成了 这就是当拿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耶稣传 是马可所写的 所以叫马可福音 这是我们四本福音中间的第一本 马可福音加起来 一共有六百六十节 而是有六百节都在马太福音中间出现 可见的这本福音书 第一本耶稣传的分量是多么的大 马可 从一个好玩 好奇 好热闹的马可 怕患难 怕吃苦 这么样的一个年轻人 慢慢的转变 转变到在他的身上 大家都知道 是能够对教会有贡献 为所有年长的人所重用 而最后 居然完成了第一本耶稣传 作为教会官方的答辩 告诉别人说 耶稣到底是何等样的耶稣 我们看到马可的一生 真是有多大的转变 当上帝竟到我们心里来的时候 他能够改变我们 能够雕塑我们 当我们今天看到马可一生的时候 来想一想 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不要问我现在是怎么样 只要问耶稣进到我里面来以后 可以把我改变成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 里面都有一种能力在里面 只要耶稣进到里面 我们人人都能够成为一个 教会有用的人 像马可一样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当我们看到马可一生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我们也像马可一样 可是我们也像马可一样将来有 无穷的贡献 求主进到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 雕塑我们 让我们人人都能够像马可 靠耶稣的命祈求 阿们 阿们